17岁上春晚,最红时嫁给外卖小哥,他就是演员姚敏丽,1984年出生于重庆,11岁考进艺术学院舞蹈系,17岁就登上了春晚的舞台,形象弯弯可人,吸引了不少导演的注意,也让他一夜成名进入娱乐圈。 这一次经历让人对他刮目相看,随后知名度越来越高,参演了众多快智人口的作品,获得北京电视台新秀奖提名。 其实,仰敏丽最有争议的地方,还是他最红的时候嫁给了外卖小哥,就是如今圈内的男演员傅大龙,当时的他是一位没有名气的流量小生。 所有人都感到十分震惊,两人在一起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绯闻,最关键的应该是,他们两个人都拥有朴素的品质,一点不受外界的影响,所以才能够惺惺相惜走到一起。 如今,傅大龙也算是在娱乐圈中熬出头,凭借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,拿了最佳演员奖和金鸡奖,成为双料演帝。 成名后的他对妻子更加爱护,可以说这一切也都有着饶敏丽的功劳,不得不说饶敏丽的眼光真好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欢迎留言评论。